菩薩的慈戒波羅蜜 其實就是菩薩的慈戒 那麼還有幾點差別 這個是從大致的論論裡面來看 他說菩薩戒 一般我們坦白所知道的菩薩戒 比如說梵王跟菩薩戒 尼且菩薩戒 然後有這個幼波士二戒精的菩薩戒 主要就是這三個 那這些其實可以這麼說 那麼在榮術那個時候 那麼大聖的所謂的菩薩戒 基本上是以十善法為戒的 就沒有像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 所謂的梵王堅的 十壯四十八卿的 然後在尼且師弟論 尼且師弟論也是在榮術之後的 那麼才有出現的 尼且菩薩戒 然後還有所謂的 幼波士二戒精裡面的 六中二十八卿的菩薩戒 當時的所謂菩薩道 他的慈戒就是以十善法為戒 但是從這個十善法衍生開來 就有這麼這麼多不同的菩薩戒 那所以十善是所謂的古菩薩戒 就是菩薩戒是以十善為主的 那十善就是這個沙道淫妄這個妄 他還是五戒的基礎上重在信念 其實我們剛才講五戒 所以這裡基本上 其實十善 十善只是五戒的延伸 那五戒沙道淫妄 沙道淫妄 那這個妄底下延伸變成什麼 兩舌二口齊雨 兩舌二口妄就妄雨 延伸這妄雨然後再加上兩舌二口齊雨 然後就變成就變成口葉上有四個 我們這樣看 沙道淫妄 這還是一樣 然後這個妄雨底下 妄雨底下就變成延伸四個 兩舌二口齊雨 然後再加上信念 因為菩薩就也是這種信念 十善裡面貪稱吃 這個貪稱吃 不貪不稱不吃 這個就是食不善 這個是食不善 這底下是食不善 那你不做這食不善就是食善 不殺不到不隱 然後貪稱吃 那當然積極的不但不殺還要不施 那不但不殺還要護身救命 起慈悲心 那不但不偷盜還要不施 那類似像這樣 那不但不允還要犯恨 還要這個端正行為 反正是種種這一些 那麼它是以 它其實就是 菩薩道裡面的 施羅波羅蜜裡面的核心 那它是這麼說 大臣裡面講 就要像六波羅蜜 設一切修行道 那麼一切修行道 基本上像聲文裡面 它是講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或是還有更多的 就食念注釋真行 四六一尊五根五六 那麼這六度裡面就設說這一切 一切的修行道 那麼食善 食善法就設一切善法 那所以它基本上 這個食善就是禮二 所以三聚禁戒 那菩薩界一般叫做三聚禁戒 願斷一切惡 三聚禁戒 因為我們現在講到 菩薩道的 菩薩道裡面的齒戒 那一般我們就叫做菩薩界 那菩薩界並不是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菩薩界的概念就是說 泛黃金的菩薩界 以解釋地論的菩薩界 或是幽波色界的菩薩界 就六中十八星 很多人去受菩薩界 說我是受泛黃金的 你是受一切菩薩界的 你這一條我沒有 這一條我有 所以你的菩薩界跟我的菩薩界不一樣 不是這樣子的 菩薩界都一樣 只是說他延伸開來 他是這樣 那並不是說我是泛黃的菩薩 你是一切菩薩 你這個菩薩跟我這個菩薩不一樣 不是都一樣 以菩提心為戒 那麼三聚禁戒 願斷一切惡 斷一切惡 修一切善 度一切眾生 斷一切惡 這個就是我們說 支持 就是說你不能做這些傷害眾生的事 就是修一切善 就是一切的善法你都要去做 呱呱能夠增長你慈慰 能夠增長你慈悲 能夠幫助別人的 這一切你都要去做 修一切善 度一切眾生 那麼你斷一切惡 修一切善 都是為了度一切眾生 那麼這個就是菩提心 你菩提心 你為什麼要成佛 那麼把一切惡 即使是很微小的都斷見了 那麼成就一切的善 即使就是功德圓滿了 最殊勝的無善 那個就是佛 那只有佛才能度一切眾生 就最大程度的度眾生 其實是這樣 那麼所以 慈善是一切善吧 他說雖然無量戒 就不離開慈善 不離開慈善 那麼 其實菩薩戒就以慈不善為戒 所以他十善戒就是戒時不善 其實是怎樣 重點是這樣 那生文戒 生文戒不一樣 生文戒是以善一一波非之死 種種種種這些 就是你不能離善一 那你不能超過善一 那不能非死死 這些 菩薩戒不是 那麼十善道 有佛無佛還有就是 有佛無佛都有十善道 那麼這些生文戒 只有有佛的時候才有智嗎 比如說比丘戒 比丘寧戒 乃至於這個 但是五戒其實是包含在十善裡面 但是五戒其實是佛制的 那五戒裡面還有一個不研究 那 他是遮戒 為了遮止殺到淫婉的 所以五戒也是 其實印度當時也有很多人這樣受的 但是十善是有佛無佛都有的 其實是這樣 有佛沒有佛都存在 那麼生文戒是有佛的時候 佛依弟子而治的 那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來分別 所謂的生文戒跟菩薩戒的差別 因為現在講到 大聖不共華的戒 那就是菩薩戒 那生文戒除了道德規範之外 就是殺到淫婉 那這菩薩戒也有 那麼還有種團體規約跟生文戒 佛事時 但是因為這一些都有限制 有些人是不能出家的 比如說 男的女的都可以出家 但是有那一種 他變性的人 那你或是說同性戀的 那麼你這種在佛事就不能出家 那這種能不能行菩薩到 也還可以 也是可以啊 但是他不能出家 那他要受什麼 也要受十善道 因為什麼 你說他 比如說他懶得喜歡懶得 那你讓他去比丘那邊出家 那不就增長他的貪欲嗎 那你讓他去比丘你那邊出家 那比丘你也不要啊 對不對 他懶得他進你的身短 那人家也不要啊 那 所以 所以這種就很麻煩 那所以現在有一些人他就認為 那同性戀者自己組成一個身短 那更糟糕 那你同性戀組成一個身短 那到這同性戀組成一個身短 那更好找對象 那更麻煩了 所以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那這種就沒辦法 沒辦法持戒 那有不得出家的 而且他有性別 年齡 年紀太大 年紀太小 那身體狀況 眼睛看不見 腳不方便 怎麼樣 他有些也沒辦法 可是有很多種差別 那菩薩戒就沒有 菩薩戒不管你是 你只要是人 甚至 甚至放完全講到 就算你不是人 你也是可以受菩薩戒 那 升文戒裡面就是你必須是人 那麼還有 除了人之外他也有很多限制 就是說你要出家受戒來講 甚至你在家要受五戒 他也有限制 他也不是完全沒有限制 但五戒比較限制不是那麼大 那這個是我們講到 這個所謂的 菩薩戒跟升文戒的差別 這裡沒有收到 不過我們就是 順便講到 因為他這裡是 菩薩道裡面的慈戒波羅蜜 叫施羅波羅蜜 現在再來講 他說 菩薩境界是不理三心而修的 三心我們說就是 菩提心 大悲心跟無所得心 就是三心 菩薩道的宗旨就是三心形六度 或是說六度四色 基本上就是三心形六度 這是菩薩道的宗旨 他說 所以菩薩雖自己延遲境界 而絕不侵視毀犯戒法的眾生 就對那些不慈戒的 犯戒的 他厭惡 討厭 看不起 侵視 那麼菩薩絕對不會這樣 因為這樣違背什麼 違背菩提心 違背大悲心 那麼違背什麼 無所得心 直取了嘛 所以他是這樣 他這個三心是這樣 他說 如果你 如果你因為你自己慈戒親戒 那你看不起 討厭那一些不慈戒的人 那這個基本上很明顯的 你討厭這樣的眾生 你就是什麼呀 就沒有慈悲心了嘛 你承認這樣的眾生嘛 那菩薩是要利益一切眾生的 而且是慈悲的 若暖身 若胎身 若失身 若化身 若有色 無色 流暢 流暢 我建議若無無與裂反而面對住 不管是好人 壞人 有慈戒 沒慈戒 有學佛 沒學佛 有修閒 沒修閒 那麼我都要幫助他 幫助到他遠離一切動物 他是這樣的心的 那你現在因為他沒慈戒 你就看不起他 你就討厭他 你就厭惡他 你不要傷害他就很好了 你還要幫助他 就變成這樣 那這樣其實是 第一個就違反菩提心 那我們說他基本上是這樣 菩薩界 依三心 從這裡講 第一個就是 具一切種之相應性 具足一切種之相 就是具足菩提心 一切種之就是佛的智慧 相應於一切種之 就是你有發菩提心 這個其實就是發菩提心 具一切種之相應的心 就是你的心相應於佛 跟佛一樣 其實就是菩提心 那不去向佛聖地 因為你發菩提心 你就不會只是自己 要得涅槃解脫就好了 不去向佛聖地 因為你有菩提心 所以你才會生生世世來人間行 菩薩道嗎 就是這樣 第二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麼 我們這樣講 第二個 那 具有大悲心 具大悲心 這個是菩提心 這個其實就是菩提心 具菩提心 這個一切種之相應心 就是菩提心 那麼具大悲心 怎麼是大悲心呢 自行時善 進而教眾生行時善 因為菩薩界 他就是時善法 自行時善 自己行時善 行時善法 自行時善 亦教眾生行時善 進而教眾生行時善 因為眾生可以依行時善而得利益 所以 製作 教他做 然後建作學習 看到眾生行時善 心生歡喜 第三個 這個 具無所得的空會 無所得心 其實就是空會 性空會 無所得其實就是 不分別執取 無所得的空會 無所得空會 無所得空會會怎麼樣 你不分別醉不醉 你不會去 特意的去分別 你知道這個人有慈戒 這個人沒慈戒 但是你不會因為 你不會因為 這個人慈戒 你就多喜歡他一點 這個人不慈戒 你就特別討厭他多一點 不會這樣 你這個人慈戒 你歡喜 這個人不慈戒 你憐憫 你都要利益他 那麼你都想幫助他 你對慈戒跟不慈戒的人 這個人的慈悲心是等同的 其實是這樣的 並不會因為 他不慈戒 你就特別討厭他 或是 你決定少幫他一點 不會這樣 那麼 甚至有些菩薩會認為 就是不慈戒的人 更需要多一點名 有些會這樣 但是其實就是等同 都等同 等同 就是 不管你慈不慈戒 不管你修不修行 我都會幫助你 當然 你不休息 我會想辦法讓你休息 因為 幫助你就是 讓你自己能夠站起來 不是我拖著你走 不是的 那麼你自己能夠站起來 是你要有力量 你要行時尚才有力量 所以 不分別 醉不醉 醉是從夜來的 夜是從煩惱來的 那麼 這個 有醉就是他不慈戒 造罪 造業犯罪 基本上是這樣 那你不去分別 這個眾生 醉不醉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依三心 來慈戒 不離三心而修 所以他絕不親自 匪犯戒法的眾生 從大悲心來說 這是可憐憫 而不是可親自 所以從佛頭的角度 從菩薩的角度 只有可憐憫的眾生 沒有可惡可憎恨的眾生 沒有 當然 一般我們常常來講 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 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死 他現在很可惡 以後他就很可憐了 他以後一定會很可憐 為什麼 他現在一直照願嗎 所以可惡之人 現在你看他風光 必有可憐之死 他一定有 因為他這個業成熟了 他就會受苦罷了 現在還沒受 以後會受 所以一定有可憐之死 你現在看到他照願 你就知道他未來會可憐 你現在看到他很可憐 就表示他過去曾經照過業 過去曾經很可惡過 或是說他現在受苦 那表示他曾經可惡過 所以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死 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 他一定是哪一個地方 那麼這些從菩薩的角度來看 那一切眾生只要還沒有解脫 他都有可能會照願 照願就會受罪 就會變成可憐 那麼起煩惱沒有不可惡的 起煩惱沒有不可惡的 所以他叫做三毒 但是眾生不知道 重點他是愚痴無聞 重點在愚痴無聞 他不明白 他又不學習 學習又不好好學習 那麼就常常會犯錯 好像小孩子一樣 所以對佛法 佛陀對這個菩薩 或對佛陀來講 其實眾生都是可憐憫者 所以經典裡面常常有這樣講 可憐憫者 實為可憐憫者 可憐憫者 他不會用可惡可恨的 可憐可憫 佛陀不會用可惡可恨之人 可憐憫之人 就像提伯達多也一樣 提伯達多看起來 從波士尼王的眼睛 從這些長者居士的眼裡看 提伯達多真的極為可惡 下地獄都不為過 甚至還想傷害他的師父佛陀 但是從佛陀的眼睛來看 提伯達多愚痴 就是極為愚痴 極可憐憫 這是非常可憐憫的人 那麼所以就是 他不會有那種可憐可恨 就是我們知道這個人持戒 這個人不持戒 這個人照善 這個人知道我們分別 一定要有分別 你不能說你招也好 不招也好 你持戒不持戒多好 不是的 持戒比較好 不持戒不好 但是不會因為他持不持戒 因為我們有憎恨 愛恨 我沒有愛正 那麼這個有持戒的我多愛他一點 這個不持戒的我就少愛他一點 沒有 但是我們會為有持戒的人歡喜 那麼為不持戒的人有一點可惜 但是這個之後你歡喜的就是 你讓他更靈慈見 更上一步 好像都是你的小孩一樣 都是你的小孩 那麼這個大兒子比較會讀書 比較自己知道用功讀書 你為他歡喜 那麼這個小兒子只知道我不知道讀書 你就知道你這樣一直玩下去 你以後很慘 那麼你想辦法讓他也會自己讀書 那麼這個大兒子努力讀書了 那麼你支助他更努力來讀書 能夠讓他安心讀書 小孩子天天只想玩 不想讀書 你就想辦法幫助他 也會要讀書 只是這樣而已 不持戒的 你想辦法告訴他 不持戒有什麼過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想辦法 想辦法影響他 讓他也可以持戒 而不是看他不持戒很討厭 很可惡 不管他 不理他 管他去死 他以後受苦 他自己選的 他自己不會 你絕對不會這樣 臭巴巴的怎麼可能這樣 那佛陀也是這種心 憐憫一切眾生的心 就好像都是他的獨生子一樣 是這樣的心的 好評 所以他說 從大悲心來講 這是可憐憫 而不是可親世的 那麼雖然犯戒 不是不可能反覆親戒 你看他現在犯戒 那你怎麼知道他過去善更有怎麼樣 他很可能懺悔就親戒了 你看他現在不犯戒 他很可能因緣來了 他就造得比別人更惡 更可惡 也有這樣子的 也有這樣子的 你看 我們舉提伯達多 跟央捲摩托來比較 提伯達多一開始是持戒情景的 提伯達多一開始是持戒情景的 甚至佛陀 佛陀還沒治戒的時候 佛陀一開始六年沒有治戒 但是提伯達多大概在第六年 第六年才出家的 那麼後來開始自戒了 提伯達多也沒有犯 也沒有犯 他也持戒情景 犯的都是六情比丘 提伯達多也沒有犯戒 佛陀怎麼規定他就怎麼遵守 一開始都沒有犯 持戒情景 但是到後來 你看 那個心越來越不好 造惡比別人厲害 你看那個央捲摩龍 一開始跟著外道殺了很多人 殺了很多人 提伯達多一開始也沒有承認心 他只有嫉妒心 他嫉妒佛陀 但是他沒有特別表現出來 他還是去跟佛陀出家 但是慢慢慢慢 他這個嫉妒心越來越重 到佛陀年紀大的時候 他就認為他要取代佛陀做佛 然後佛陀就說你真的是一個愚痴的人 然後他覺得受到傷害 然後就開始要害佛陀 那央捲摩龍 如果我們來看 提伯達多早期 他也持戒心境 他也用功修行 而且他又靈言善道 佛陀說的法唐也能說 他記憶也好 央捲摩龍充滿了賢見 而且又為了要修道去殺很多人 殺了很多人 照理來講 這個提伯達多極為可惡 提伯達多那個時候 讓人非常的謙信 讓人非常的尊敬 但是到佛陀後期 提伯達多就非常可惡 那麼提伯達多非常受人在尊敬 連稱認心都不起 之前稱認心那麼重 殺人放紅不眨眼的 他沒有放紅他就殺人 殺人不眨眼的 只是一心要趕快拿到那個骨頭 要能夠完成修道 因為他似乎騙他 那麼這個 你看他那個殺心那麼重 但是遇見佛陀之後 他說改馬上就改了 現實也有很多這種例子 那個黑道的 學了佛陀說改就改 有些人就能夠這樣 有這種破暈 他馬上就變清淨 那原來那種很清淨 後來就怎麼樣 就變得很不好 這種在世俗上也有很多例子 所以你看他現在不好 你也不要認為他就一直會不好 其實不是的 你要給他姻緣 你要給他姻緣讓他變好 那麼好 要讓他繼續保持這個姻緣 讓他變好 但是實際上還是在自己的身上 那麼旁邊的人再怎麼努力 也只能影響你 不能決定你 不能決定你 像提伯道多 旁邊都是捨立國 目見人 大家瑟 阿難 佛陀這種大善之士 也不能影響他 你看 也沒辦法 那麼所以決定權還是在自己 決定權還是在自己 那菩薩基本上就是說 想盡辦法影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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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你決善 想盡辦法影響你 那不能影響 就菩薩有些深深之士 這一次不能影響我下一次 下一次不能影響我再下一次 就是我一定要改變你 讓你不受苦 讓你不招惡業 讓你不起煩惱 而且我一定要改變你 那麼他有這種試驗 所以就是要利益接種什麼 那我們通常要改變的就是 第一個 我們的家人 我希望我們的家人都變好 或是我們所喜歡的人 或是幫助過我們的人 我們通常的這種悲心會放在 我們喜歡的人上面 或是對我們很重要的人 這上面 但是菩薩基本上是擴大 擴大到一切人 然後再擴大到一切眾生 要不然下定義的那個都很可惡 會下定義的都很可惡 但是即使如果是菩薩 即使這種人也要幫 大家都不幫了 大家都放棄了 大家都唾棄了 這種人極為可憐 那麼極為可惡的人都 其實他要受很重的苦 那麼有些菩薩就特別幫助這種人 極為可惡的人 如果你教化一個極為可惡的人 讓他不造惡業 其實就很多人免於受到他的傷害 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不傷害他自己 那麼好會幫助很多人 因為這個極為可惡的人 他會傷害很多人 嚴重傷害很多人 你幫助了這樣一個人 讓他不造惡業 那麼其實就無形中幫助了很多人 免於遭受他的傷害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個人自己也不被自己傷害 因為他造的業 他傷害別人的業最終來 最終會傷害到他自己 一定會的 所以菩薩能夠幫助這種人 基本上要有很大的願力 而且就是要有很大的力量 比如說像地上菩薩 那麼基本上就是著重在這個部分 那很多人誤會 很多人誤會 很多人誤會 就認為地上菩薩 專門在超度鬼的 專門在地獄裡面救人的不是 他是讓那一些會造地獄的人 造地獄業的人不造地獄 想辦法影響他 跟他講道理 用種種的方法 讓他不造地獄的業 已經造了地獄的業 讓他趕快懺悔 減輕地獄的業 先讓他有這個法言 有這個善言 就算從地獄出來 他也比較有機會 可以怎麼樣 不再繼續造地獄的業 是這樣子的 最重要的是 讓這一些會造地獄業的人 不造地獄的業 不是去地獄裡面把人救出來 沒有 沒辦法 他必須要夜報受完才能出來 地上菩薩在怎麼有力量 也不能讓要受地獄罪的人 不受地獄罪 不可能 你如果有造散熱道的業 你就必須要受爆 就算阿羅漢也要受爆 阿羅漢不會有散熱道的業 但是阿羅漢如果有醉爆 他也要受的 他也要受的 這一生就要受 因為他沒有下一生了 所以這一生他就要受醉爆 一樣是要的 所以都沒有辦法讓自己 應該要受的業不受 應該要受的苦不受 哪裡能夠讓其他的眾生不受苦 沒辦法 他只能教你不受苦的方法 然後是給你未來不受苦的應援 其實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他說這個是可憐憫而不是可親事的 雖然犯件不是不可能防護親近的 因為罪本身也不自信 罪也不自信 所以受完苦之後 就要再看你在造什麼罪 那麼一旦防護親近 所以還是在怎麼 還是可能成果的 他依然是可以成果的 那麼凡親事毀犯的 就是親事犯戒的人 毀犯 毀戒犯戒的人 那麼一定是自以為慈戒 自己是怎麼樣的親近如法 就自以為是 你要知道 你還沒有正無身法人以前 誰都有機會剁三二道 只有一種人 沒有正無身法人 不會剁三二道的 這個 如果從聲文來講 就是你正出國 正見真上了 你才不會剁三二道 就是說你正出國 你正出國 你已經亂生見了 你絕對不會剁三二道 還有一種就是 你還沒有成為聖者 還沒有正出國 那菩薩來講就是 還沒得無身法人 不退轉 那麼你正見真上 也可以不剁三二道 正見真上就是 你對因果非常的深陷 那麼你知道這個因果 你雖然還沒有動某劍 但是你絕對不會 你那個劍的力量很強 你絕對不會造作 這一些三二道的業 那麼正見真上也不會剁三二道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你佛法的觀念又不深刻 那麼因果的這種觀念不深刻 那麼你再怎麼樣一個好人 你再怎麼樣一個好人 你都有可能剁三二道 那個五通仙人 修到神通 修到有神通 我告訴你 一樣會剁三二道 他會因為受到腦露 起誠誠心 因為他有神通嗎 起誠誠心起來 照度越更大 告訴你 他有可能殺很多人 因為殺人又剁三二道 還是會的 所以才跟著三界沦迴 不然照理講 到了色無色界都不造業了 到了色無色界都不造惡業了 那麼到欲界天以上就不造惡業了 我們剛才有講 這個三二道 這邊是三二道 這邊是三二道 這邊是人 這邊是天 那天上去 這個是玉界 這個是色界 這個是無色界 在無色界基本上不造惡業了 無色界基本上不造惡業 三月二月都不造 他在定中 那麼色界出殘天以上 基本上也不太造惡業了 那麼他還有一些善業 那麼天人 天人也有一些善業 但也不造惡業 基本上不造惡業 從這個天 基本上就不造惡業了 不造惡業了 已經不造惡業了 但是會造 他還會造蝦远的善 但善業也不強 他已經不造惡業了 即使有也是為惡 心念上的惡業而已 他也不太造惡業 那麼人 人就比較嚴重 那三二道會造惡業 但是他力道也不強 那照理說 你升天 比如說兩千年 這個高一天 兩千歲 那麼兩千歲都不造惡業啊 那麼照理講 他再來做人的時候 他應該有這個行善的習慣 他還有行善的 兩千年都不造惡業啊 他沒有造惡業的習慣 那他行善的習慣啊 但是天人再下來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多散熱道 在忍的時候為什麼會造散熱道的惡業 他還會有可能會造散熱道惡業 那如果社無社界 如果到無社界八萬大節 你看這個八萬大節 八萬大節都不造惡業 那為什麼從諸社界下來做人的時候 還會多散熱道 還有機會多散熱道 因為那個煩惱根還在 他進階一搶 進階一搶 那麼他那種煩惱心起來 就慢慢滋長慢慢滋養慢慢滋養 剛開始忍 然後忍到最後沒有辦法忍 就大開殺戒了 或是怎麼樣了 忍像這樣 或是他的福報不夠 都去搶了 去偷去騙 搶一次兩次 就變成怎麼樣 變成習慣了 那就開始造散熱道的演 就沒有慘惠心了 就會這樣 所以只要 只要你沒有正 基本上第一個是正見正上 正見正上可能還是凡夫 叫做凡夫 凡夫一生 凡夫 凡夫你只要正見正上 那麼你就不剁散熱道 要不然你就勝者 勝者就不會剁散熱道 出國惡國 四雙八倍的 就是出國到阿羅漢 然後或是菩薩 無聲法人 不退轉 也不會剁散熱道 那凡夫就是要正見正上 對於這個因果 因果律要非常清楚 身性因果 對於佛法 對於佛法 非常的這種道理 也非常的清楚 雖然還沒見到 但是也接近要見到 要不然如果沒有 你出國的勝者 出國還會生人 生天 比如說出國 這一生正出國 假設你們這一生正出國 你們會生到 可能是到一天或是哪一天去 在玉界天 基本上在玉界天 到三國才會到射界天 那麼在天上幾千年要下來做人 因為你已經有 你已經有很深刻的佛法因果觀念 所以你下來做人的時候 即使 即使你過去福報修得沒有那麼好 遇到饑荒 別人再搶你也不搶 遇到戰爭 別人再殺你也不殺 你會這樣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 你生活過到太平日子 那麼國太平安的時候 你就不偷不搶 不騙 可是遇到亂世的時候 就很難講 就很難講 然後還要看你 你在升天之前 就是你在升天之前 你有過什麼夜 那 但是如果是聖者的話就不會 聖者的話不會 他從天人天人 不管有佛沒佛 不管有佛沒佛 不管日子過得好不好 不管環境好不好 他都不會 但是一般的人 就不一定 要看 要看旁邊有什麼人 然後在什麼國家 過什麼日子 才決定他會造什麼業 這個就不一定了 所以你基本上 為什麼會剁三二道 你看那麼大鐵都沒有 都沒有造惡業 為什麼下來還會造惡業 都煩惱得更在 那環境的因素 所以假設 假設我們能夠 能夠在我們學習佛法的時候 把它變得非常深刻 讓政界能夠增上 那麼其實你是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環境怎麼樣 那麼這個就要從你 持戒開始訓練 開始訓練 你已經有這種習慣了 那麼其實 你有這種淹果觀念 那麼其實你就不用太擔心自己 也不用太擔心有什麼隔音之明 不用太擔心 好 所以他這裡講到 他說 不知道這沼落在 他說他親思犯戒的 那麼自以為持戒很親近 他不知道這沼落在我直我慢的分別系統 就是認為自己很厲害 認為自己很親近 他有人講的 天下皆主我獨親 然後天下皆罪我獨行 我最聰明 我最親近 其他人都不親近 不聰明 所以假設是這樣 那就是說你親視這一些犯戒的眾生 那麼你就落在 就不是菩薩的戒波羅蜜 一般叫做施我波羅蜜 就戒 而且這個是從 這個是從無所得心來講 你有分別罪不罪 分別罪不罪不是說 你都不管有持戒沒持戒 有持戒跟沒持戒完全一樣 不一樣 有罪無罪是不一樣的 你要明辨是非分別善惡 但沒有愛政要這樣 你不能說菩薩戒沒有無所得 也不分別 男的女的也不分別 應該不應該 反正都一樣 有持戒沒持戒 親近不親近都一樣 一起空性 不是這樣子的 那麼他是告訴你無分別 不是告訴你不別是非 不別善惡 不變善惡 如果不變善惡 告訴你為什麼這個能做殺到盈望 那為什麼要不殺不到 不引不忘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你如果不分別 為什麼要分別 殺不殺到不到的 不是的要分別的 這個殺就有殺罪 道就有盜罪 道是他告訴你 他告訴你不分別 不是說不分別善惡 不別善惡不明是非 不是的 他是告訴你不要因為這樣起愛症 不分別是不在眾生上面分別 不是不在是非上分別 那麼這個眾生之所以造惡悅 那麼他是可憐的 這個眾生之所以不造惡悅 他是可敬的 但是不管可憐可敬的眾生 我們都應該要努力讓他達到解脫 然後讓他親戚 現在不親戚以後可以變成親戚 現在親戚要讓他繼續這樣的親戚 就是這個不會說他親戚很歡喜 他不親戚很討厭不會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是所謂的無分別 無所得空慧 並不是說都一樣都不管 其實不是的 他說至少落在我直我慢的分別心中 就是說跟你自己比 你不如我 然後我親近你不親近 我是可敬的你是可恨的 其實這樣不是這樣的 所以菩薩的施羅波羅密 要有無所得的空慧 菩薩也一樣 而且如親似悔 由於意識上的對立 不容易教化他 你就跟他敵對 你怎麼教化他 菩薩是要度一切眾生的 那你現在度不了他 而且還跟他敵對 他看到你 他看到你本來想學果的 因為你學果他就不學了 因為學了 免得學了跟你一樣 有些人真的會這樣 你越欠他他越不要 因為你討厭他他也討厭你 所以他本來想學果的 一想到說 學果都是像你這樣的人 我才不要學 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會有對立 那就失去菩薩利他的方便 你度不了他 菩薩沒有緣度不了眾生 而且要善緣 惡緣就更麻煩了 你還要把惡緣再轉成善緣 通常只要把沒有緣轉成有緣就好了 因為佛也不能度無緣的眾生 無緣不能得度 就是你沒有辦法度化他 那麼沒有善根也不能得度 就這個人沒有善根 就算你跟他有緣 他也不能得度 就沒有善根也沒辦法 這個緣是善緣的 沒有善緣你不能度化他 那沒有善根 這個人就算你跟他有善緣 但是這個人沒有善根 你是跟他有善緣 但這個人沒有善根 善根不成熟也沒有辦法得度 無善根也不能得度 沒有善緣也不能得度 所以你要度化這個眾生 就是要跟他結善緣 第一個要先跟他結善緣 然後讓他種下善根 那結善緣有好幾種方式 比如說你幫助他 你利益他 你布施給他 你就跟他結善緣 你常常幫助他 常常幫助他 幫助久了 你講的話 因為他對你有好感 你講的話 他比較會聽 比較會 就有那種善緣 有那種因緣 那如果沒有 要結善緣 所以菩薩為什麼要常常利益眾生 先跟眾生結善緣 先跟眾生結善緣 那不跟眾生結惡緣 假設你有緣 但這是惡緣 那就比較麻煩 佛法是這樣的 無緣要先變有緣 無緣 假設無緣 無緣不能得度 所以要先結緣 結善緣 所以為度眾生要先 要度眾生要先廣結善緣 就是這樣來的 要廣結善緣 你要先廣結善緣 才能怎麼樣 才能廣度眾生 那你菩提心就是要廣度眾生 那你不廣結善緣 怎麼廣度眾生 無緣都不能得度 即使已經成了佛 無緣都度不了他 何況你是菩薩 還沒成果 那你怎麼能夠度無緣的眾生 沒辦法 要廣度眾生 你就必須廣 跟共生廣結善緣 那是不是有緣就能得度 沒有 你跟他有緣 但是你不一定能度化來他 還要怎麼樣 還要對方有善根 那你還要有善巧 你要有善巧你才能度過他 不只是說他有善根 但是你沒有辦法啟發他的善根啊 你要有善巧 所以菩薩要有度眾生的智慧 那那個人要有善根 所以你要讓他種下得度的善根 所以你要啟發他 要跟他說法 讓他 所以自行之善 叫他行之善 就是說 你首先要讓他結善緣 結善緣 他透過布施 跟他結善緣 或是透過種種 布施布施 忍路也可以跟他結善緣 不結二緣 讓他跟他結善緣 然後你要透過修學的法門 你要教他佛法 啟發他的善根 比如說你自己行之善 也叫他行之善 這個就是 讓他先種下得度的善根 讓他思維佛法 讓他護持佛法 讓他歸一張法 那個就是 開始先有這個善根 善根就是貪症 無貪無稱無痴 讓他先學習這個無邪使善 慢慢慢慢治癢 如果你跟他有善緣 但是他沒有善根 也不能得度 你有辦法得度啊 度不了他 你跟他沒有善緣 他有善根 你也度不了他 你也度不了他 因為 就好像佛度不了成功老母一樣 成功老母善根成熟了 那麼佛 佛也有善巧 也有智慧 度眾生的善巧方便知 但是他跟他沒有緣啊 他跟誰有緣 跟阿難有緣 阿難去 成功老母就正國了 就得度來 但是佛跟成功老母沒有緣 但是佛有善巧啊 那你還有善巧智慧啊 又方便 所以方便到就是你要 你要有學習度眾生的這種智慧 這個天台叫做成沙文 你要學習種種 所以要法門無量誓願學 那麼你才能夠怎麼樣 才能夠依不同的眾生 氣餘氣餘的去度眾生 那你要積極福德之兩廣 你要不斷地布施啊 持戒啊 忍諾啊 這一些 你才能夠多跟眾生 廣結善言 那這個都是從你的善願起來的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要有善言 然後眾生要有 要啟發眾生的善根 那你跟眾生之間要有善言 那個得度的眾生本身要有善根 那你度人的人要有善巧 那麼這個是菩薩道裡面要注意的 所以你要學習這一些 好 所以他說 那麼你跟他對立 你就不容易叫化他了 你就跟他結二元 那結二元比那個沒有元的還麻煩 結二元的你跟他對立 你要先把二元轉成善言 那麼比那個沒有元要變有元更困難 要更長的時間 就好像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假設 那麼你要把它變莊嚴 可是沒有東西你擺幾盆瓜 就莊嚴了嘛 但是這個地方你弄得很亂 你要先整理半個不亂 然後你才能夠把它那個莊嚴 類似像這樣 那你跟他有二元 這個二元要先去掉 然後或是你要把二元直接轉成善言 那麼這個都要比較長時間 要看是怎樣的二元 所以時間上會更難一點 就是程度上會更難 時間上會更久一點 那麼沒有元要轉成有元 那其實比較不是那麼難 就是他可能就是 也不是程度上也比較不那麼 不那麼不容易 不那麼難 時間上也比較不那麼久 好 所以他就不容易教化 失去菩薩利他的方便 道不如不輕悔的話 憐憫而阿慰他 那麼容易把他感化過來 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所以菩薩的境界 視無所得的空會為方便 這個無所得的公案我們說 他只是在眾生上沒有愛證 並不是說不明是非 不別善惡 不是這樣 無分別不是這樣 那麼對於持戒犯戒 都是不著想的 就是不會執著 這個人持戒 所以我們不要理他 這個人不持戒我們不要理他 遠離他一點 這個人持戒我們要共肯托他多一點 不是這樣 而是說對於持戒的人 你當然起公信心 但是對於不持戒的人 你當然不是公信心 但是你是起嚴敏心 他都是起慈悲心的 那麼能打持戒犯戒不可得顧 那從原體上來看 不管持戒犯戒都是暫時的 都是暫時的 但是持戒當然有持戒的果報 犯戒當然有犯罪的罪報 但是在美政無身法人以前 其實一切都還很難講 但是實際上犯戒也沒有自信 也沒有 持戒也沒有持戒的自信 自信就是他一直會這樣 犯戒的人也不是說 他一直會犯一直會犯不一定 他有一天也可能改過來 因為這個叫做無自信 這個叫做空信 因緣如此他才這樣子的 就是三輪體空的境界波動力 其實就變成是說 持戒的人 那麼守持的戒 持戒的人 持戒的功德這一些 他都不去執著 那麼 其語如善念菩薩學處中說 那麼這裡是在講斯羅波羅蜜 好 那麼時間到 我們就暫時先講到這裡 後面就是忍住 好 那大家合掌一下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苦其於切 苦其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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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